字不作孽 无人受 字不称恨 无人揍 字不贪心 哪儿来痛 字不愚痴 哪儿来苦 字心不去 乱造阴 此生哪儿来 烦恼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人一生都会碰到磨难 痛了才会放下 我们学佛也是一样 宵夜才懂得放下 我们活在世上 有太多事情要承受痛苦 不痛苦就放不下 师父还说 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圆满 每个人都必须要吃苦 就算他再富有 再富贵 他也有他的苦难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参加共修 加持力大 4月25日晚上 师兄邀我参加了白化佛法共修 以前 我没有重视共修学习 很少参加共修 觉得耽误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自己每天读就可以了 这次 师兄中途邀请我就进了 我只参加了半场共修 没想到 共修完第二天早上 就梦到了师父到我娘家 提醒我们不要把假牙放在水管那里 平时妈妈晚上就是把假牙放下水管那里的 还提醒我要把床上的被子叠好 师父面容慈祥 说话和蔼亲切 就像一个老人在叮嘱孩子 从梦中醒来 久久不愿睁开眼睛 回忆着师父的音容相貌 真的是很发喜 一整天能量满满 平时一天念五张小房子 就感觉很棒的我 26日竟念了十张 还念了十三遍礼佛大忏悔文 佛言佛语读诵 抄写都完成 下午还看了两个多小时的孩子 读了白话佛法三篇 简直都不能相信我是怎么做到的 参加共修的加持力太强了 平时读诵完也就忘了 共修时可以对某一句佛言佛语 针对自己加深印象可以入心 师兄们 欢迎大家都积极参与共修吧 让我们增加能量 开智慧 好好修心修行 感恩分享 真的非常感恩 这位同修说道 坚持五张小房子 女婿现在不怎么钓鱼了 给女儿念经 让她肠胃炎好了 以前经常拉肚子 先生一线不舒服 脑子这长东西 念经后不用开刀了 好了 孙女考上理想大学 二女儿皮肌炎好了 愿我们更多人好好学习 坚持道心 愿更多人早日学习心灵法门 离苦得乐 感恩师兄的发喜分享 这位师兄分享道 分享一下素宝宝的日常生活 素宝宝一岁六个月二十二天了 素宝宝真的像小大人一样 说什么都懂 昨晚拿个盖子打到他哥哥眼睛 我走过去问发生什么事了 哥哥说 弟弟拿东西打到他眼睛的 哥哥在那里哭 弟弟说 丢 意思是说他丢的 为转念 我说 哥哥给你打痛了 你快点跟哥哥说对不起 抱抱哥哥 亲亲哥哥 拍拍哥哥 帮哥哥擦擦眼泪 然后他就抱他哥哥 又亲他哥哥 又拍他哥哥 又帮他哥哥擦眼泪 这样子 他们两个又和好了 哥哥心里也得到安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保佑素宝宝开智慧 好懂事 平时在家 叫他做什么都会做 自己吃完饭的晚 自己拿到洗手盆去 在地上的垃圾 叫他放在垃圾桶 他也会很听话 去捡起放进垃圾桶 哥哥冲完凉 头发没干 叫他帮哥哥 去另外一个房间拿风筒 他就去拿风筒过来 他小跑的过去拿了风筒过来 最近学会了擦擦头 还会帮人家吹头发 这么小会照顾人家了 很感恩佛陀 把这么好的佛法带到人间 素宝宝安乐易养 很爱笑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希望看到分享的人 种上佛缘 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度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师兄说 我回馈一个神奇的事情 我们这儿的一位张师兄家的小狗 没学佛前养的 名字叫小美 前些日子小美莫名抽搐 张师兄给小美的药金者 许愿21张小房子 小美就好了 最近又开始抽搐 师兄就许愿7张小房子 结果还是抽 后来师兄就许愿21张小房子 小美立马就好了 小房子真的太神奇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中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没有结婚之前 没有结婚之前 这个孩子相亲回来 刚进门 妈妈就说 哎 孩子啊 儿子啊 刚才没人打电话说 女孩子对你挺满意的 让问问你的态度 男子还男孩子说 妈妈 我不同意 老妈说 为什么 这个男孩子说 女帮收入 比我高 我怕以后 在一起会有压力 在家里没有地位 这时候 老爸在边上 憋不住 突然给他儿子一个巴掌 说 你这个傻瓜 我挣得这么多 在咱家里 你看过我有地位吗 感恩师父 总是让我们在 欢声笑语中学佛 是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